20116 AMS區選馬賽又開始 台中朋友來點尖叫聲 哈囉 現場中興大學 Garena Live 雅虎Live 以及博士電文台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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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里 布蘭妮是安娜的安娜里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目前只會說中文的 三季同牌守門員 鳥屎 今天很榮幸可以跟安娜 一起同台主持 LMS區域選拔賽的現場 不不不 別這麼說 我也很開心可以跟 士林彭宇宴一起同台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現在是胖宇宴 那鳥屎 你知道我們今天 來到台中中興大學 是要做什麼嗎 這這麼明顯 這個排場這麼盛大對不對 當然是為了我們 LMS區域選拔賽 2016年的比賽 是的 沒錯 我們LMS區域選拔賽 是首次移師到我們台中 來舉辦 而且接下來三天的賽程 將會由我們夏季冠軍閃電狼 以外的全年度排名積分 前四名的隊伍來進行決戰 那今天第一天呢 就是由第一名 對上第四名積分的隊伍 而明天呢 是由第二名 對上第三名的這個隊伍 而最後一天 當然就是我們前兩天勝出的隊伍 要來進行最終決戰囉 是 而最後一天勝出的兩個隊伍呢 也會即將在美國 巡迴四大城市 舊金山 紐約 芝加哥 以及最後一場 洛杉磯舉辦的2016世界大賽 是的 也就是跟我們閃電 然後疫情的前進我們S6 世界大賽的舞台 為我們LMS的去 好好來爭光一下 對不對 對不對 是的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鳥屎 你知道我們今天對戰隊伍是誰嗎 拜託 我前一陣子才寫完論文好不好 已經沒有任何Research難得倒我了 今天參加的是 是積分最高的AHQ 以及夏季表現十分猶豫的HKE 粉絲在留意 現場的粉絲 哇 你看現場的朋友已經這麼沸騰 這麼熱情 相信呢大家應該是迫不及待 那我們話也不要多說 剛剛呢 我們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練習過一個倒數 大家還記得嗎 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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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現在我們馬上就要來宣布 2016LMS區域選拔賽 正式開始 1 6 2 1 2 5 4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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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原来是打红板远距离了 扩载SHA accord 把BREADS给收掉 还要聚本的控制线 不然打下去 不到大家倒了 然后没破坑的净差 3K都聚用了一个虚无法条 直接把之大给打红板 一起来打这只DAP 好卡 他都说TRIPLE PO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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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進場的隊伍是HKE 現場的粉絲們讓我聽到你們的聲音 好 让我们欢迎HKE 好 我们请HKE的选手们就战斗位置做最后的准备 接下来进场的是越战越勇 永不言败的AHQ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欢迎AHQ进场朋友们尖叫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请HKE的选手就我们的战斗区域做最后准备 哇 两队看起来都是蓄势待发的感觉 对啊 每个选手的眼神都有抱着一个必胜的决心 那当然啦 因为自信跟自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嘛 我觉得你这句话讲的蛮好的 我把它记下来 那安娜 你不要破梗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哪一队会获胜 那当然是 不好说啦 不是我说的喔 那你觉得谁会获胜 我个人是觉得是不好说 这种问题问我们没有说服力好不好 我们要交给专业的来讲 专业的来就对了是不是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选手们在进行最后调整 已经设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画面交给我们 在那个分析台的主播以及赛评 让他们好好的帮大家做一下赛前分心 黑老师 解快速 好 直接我发了 一下我放了 罗牙的 Decorastron Intel最强核心 Core IT-3 其的顶尖效能让你锐不可挡 没有错啦 我觉得是今天的主持人 Egg 那今天我们一样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四位来赛 第一位是 Team Mr.G of 教练CEO 大家好 我是CEO 接下来是陪 Mr.Hake 哦 大家好 我是 Mr.Hake 大家好 我克萊姆 不過我剛剛這個數學開場就有點問題 是三位來賓加我本人啊 沒有錯 這個最近數學不太好 不過在今天這個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也先來看一下 在本季來說的話 2016賽季結束之後 到底哪些隊伍能夠進到我們這個四強 這個最後區域資格賽的現場呢 閃電郎因為是夏季資格賽的冠軍 所以夏季決賽的冠軍 所以他們已經先拿到了第一種子 那依序分別是A HQ J Team Maji 以及Hong Kong Esports 根據這四米 應該說這個春夏季的積分來排名 那明耐桑很可惜 是最後沒有辦法成功的 跨入這個區域資格賽的門檻 那今天第一場比賽 就要有第一種子的A HQ 要出戰第四種子的HKE 那Maji這邊的話 則是會在明天來對上J Team 那因為A HQ一直是在第一種子的關係 所以他們有這個一三五場的選邊權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今天比賽裡面 他們會選擇哪一個方向 A HQ 依然是選擇藍方 那朋友們 你怎麼看 在A HQ 選擇藍方 藍方這個位置是不是跟 應該說在夏季賽一樣 是必搶的一個位置呢 確實喔 因為我覺得藍方 雖然有一些角色非常的強勢 像是塔莉亞這個PIC 幾乎藍方都是 可以有這個首搶的優勢 那另外的話就是 之前記得老師或是LPL 我們這邊也常聽到的一個概念 就是藍方其實在地圖的地形上 佔有了一些很棒的一些點 就是藍方在入侵紅方的藍區的話 是非常容易的 那另外在搶奪巴龍的時候 他們在巴龍有兩個出口 也是比較容易爭奪巴龍的 所以我們目前看來的話 幾乎季右賽隊伍 藍方勝率都是高的 對 那我們有提到 你剛剛有提到BANPIC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CEO教練 就是在BANPIC上面 你覺得現在哪一隻角色 或者是哪幾隻角色 可能是在首搶上面 非常容易會出現的呢 現在藍方的話 通常最容易首搶的角色是雷克薩 雷克薩 因為在6.15這個版本呢 Jungle能夠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選擇搶雷克薩的話 甚至還有像塔莉亞這種角色可以選擇 等於是這種前期能夠帶動中野的這種角色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這邊想請問一下Mistake 我們剛剛講到的中野非常重要 但是輔助這個位置其實也是 我覺得相對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可以幫我們解說一下 在6.15版本這種藍方的下路線 有什麼樣的優勢在嗎 所以主要還是在於說這個 使用者介面上面來講 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公認藍方這個下路線 操作起來比較順手 對 操作起來比較順手 因為畢竟你的這個介面條是放在下面 所以你可視距離相對來的較少 比較不會被擋到就對了 對 先天上的問題 除非他今天哪天把這個介面放上面 我覺得放上面就換搶另外一邊的概念是不是 好 我們看完了兩隊今天的這個出戰的籃子防守 我們先來看一下低村位的HKE 他們的整個賽季的基本資料 他們在2016年拿了31勝2852.5%的這個勝率 在春季賽的時候來到第五名 然後夏季賽的時候這是第四名的一個成績 其實我覺得不算 我覺得以他們來講不算是相當的理想 那我們來看一下 AHQ在本季來說的話 整個賽季下來 他們的一個精彩的 應該說他們的對戰成績 AHQ這邊的話 51勝1676.1%勝率其實非常的誇張 不過很可惜 他們並沒有在春夏季的時候 拿下任何的第一名 都是以二三名來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 Kaiber你可以幫我們大概點評一下 就是你覺得這兩支隊伍在這個賽季裡面 有什麼比較讓人感到驚訝的地方 或是說他們有哪些比較做不好的地方嗎 這當然是我覺得選手上面的更換 那AHQ的話其實就是 Chowy這個大將 在整季的話都沒有發揮到一個使用 那HKE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原本他們是只有兩個學長在成長 丁特跟歐雷 但是來到了夏季賽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學弟 表現得可能還更亮眼 甚至在季游賽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老學長 可能在溝通上 或者是自己的表現上 反而沒有辦法持平喔 那我覺得今天的這個比賽 算是一個rematch 那其實非常考驗他們 就是從夏季賽的季游賽 學到了什麼教訓 有沒有辦法在今天 就是展示給我們看新的東西 對就是再一次碰頭的兩隊 我相信他們彼此之間一定有很多話想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隊在賽前 到底有什麼話想對對方來說呢 這次的夏季游賽 我對自己的表現不是很滿意 第一個扛不住ZF在線上給我的壓力 甚至在後面被對方的戰術 把上路這個點給完全打穿 這樣子的情況下 對我們的戰局其實非常的不利 在團隊的溝通上面 我個人在這段期間也 努力去學習怎麼 去在戰局上面做出決策 然後幫助隊伍拿到更大的優勢 我覺得要打贏ZF甚至打贏HQ 這兩個點都是我們非常需要去做到的 角色詞的問題吧 隊伍上有一些角色詞的問題 導致我們的選角會比較受到局限 然後能夠發揮的戰術也比較少 然後甚至有時候必須拿出一些不熟練 甚至是完全不適合他風格的角色出來 所以會導致團戰打起來幫手幫腳的 因為有人不知道自己要幹嘛就會 就會感覺有點像四個打五個 今天的這種跟去年比起來換了很多人 就除了我跟我累之外好像都換了 所以打起來感覺比較累一點 因為大家都是有一些新來的小朋友 會比較不敢講話 然後比較不敢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場上有點是要去push他們的 對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次季後賽遇到HK3比0打他們的時候 就是其實溝通做得蠻好的 所以就很輕鬆的就可以贏他們 從這次BO5我們學到就是 這種長時間的賽事其實是可以在打完一兩場之後 嘗試讓替補選手上去 這樣可以讓場上的選手下來休息 同時也可以觀察隊伍的情形 這樣子其實對於長時間的賽事來說是比較好的 最近因為我們季後賽就是有點失利之後 然後有些人就是覺得我們不應該輸季後賽 然後也看到閃電腰是把J-team車過去 所以就覺得我們應該是要拿冠軍的吧 然後心態上難免有一些 有些人可能有一些爆炸 然後之後我們這幾天 訓練狀況其實並不太理想 不過就是大家遇到關頭 其實才會屁股夾越緊嘛 有些人嘛 有些人比較平常比較隨便的人 就開始有點認真起來 所以雖然訓練狀況不理想 不過大家心態漸漸又回到正常軌道上 然後繼續練習了 後勤都很努力的在鼓勵我們 就是綠茶就會一直跟我們說我們很強我們很強 就是其實會輸是因為他 他的關係 然後貝克也一直鼓勵我們就是說 就是我們真的就是不輸他們 對然後這幾天我們就是想盡辦法就是要找回 就是我們對上閃電腰之前的那股氣勢 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幾天恢復到那時候的狀態的話 我們一定會拿下第二張門票 我覺得我們這個賽遇到HK的比數可能是3比0或是3比1 然後因為他們這支隊伍就是 他們其實有時候就打得蠻好的 然後其實大部分的場次他們的 看起來他們的溝通方面就是沒有做其他隊伍來的好 然後他們的隊員之間的配合也比較差強人意 所以我覺得比數可能會是1分就是 可能他們有時候突然會爆氣之類的 雖然在肌肉賽隊商業區已經9點半了 但是我已經把他們團隊營運的模式都搞清楚了 老三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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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下位子推 然後帶著小葉進來也去搞我 所以從下一場開始我會針對這個去做一些應對 讓他不敢再進我的野區 這是資格賽我們一定可以3比2戰勝HQ 拿下世界賽門票的 這是資格賽在台中 然後台中其實是我們小安的主場 然後他朋友也很多 所以他們來助政的話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奪得門票 然後請小心一點 哇那到底是這個台中主場可以繼續延續這個9比0的氣勢 還是HKE真的會如丁特所說的一樣 你3比2自自在擊敗HQ 不過剛剛其實在整個影片當中有講到 Maple Snow其實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在上路的這個對決 石油你本身其實在當教練之前是打上路的 那你怎麼看說這兩個上路對決 其實HKE是不是應該要多投資一點東西 在Maple Snow這個點上 Ziv可以說是LMS裡面最頂尖的上路選手之一 而他在這個Meta很適合的 像是納爾鋼符這種中後期可以凱瑞的英雄上 他都掌握得非常好 如果Maple Snow沒有辦法克服這個問題的話 會對他們選角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你覺得像這種納爾鋼符這樣子的角色 什麼樣的角色去打他或是對線上 可能會稍微比較好處理 就不會這麼難受 其實的話你像是選個艾克那種盲虧的角色 就很適合 閃亮也成功為我們演繹出這個對決 就等於是一直推線標 應該自己把這個推線的主動權拿到自己手上 Maple Snow想請教一下 就是其實上路之外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在溝通或是這個入野的一個情況 在這個版本野區入侵的一個情況 是不是可能跟輔助或是中路都有一些關係在呢 對 其實在6.05版本這個版本當中 其實很強調所謂的陣線對決這件事情 那陣線對決其實就是所謂的剪刀石頭布 那你通常會在拍局的時候 你會嘗試的往所謂的優勢方 自己家有優勢的這條路 線路去打對方的野區入侵 那所以會比以前的這種嘗試換線 然後這樣子比較避碰撞的行為 然後前期換發育的這種打法 其實前期的浮野連動會要比之前的賽季來得更加重要 對 等於是這個浮野連動 等於算是在這個版本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也先來看一下兩隊的一個先發陣容 首先是HKE今天的一個先發陣容吧 哇 其實大家有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上路一樣是Maple Snow 但Jungle的地方換上的是學弟Wind來代替丁特上場 那中路一樣是Gear下路的是雷聲 非常歐雷的這個組合 其實Wind這位選手上場的速度算是非常的少 Kaiven你可以幫我們提點一下 你覺得Wind跟丁特這樣子換這樣的時候 會有對HKE戰來什麼樣的差別呢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我有去問過HKE他們的教練 他們認為Wind的話 本身是一個比較激進的選手 他不打架 他會覺得很難受 他是有辦法跟Mountain 拳頭碰拳頭 甚至是想去找架打的 那在現在這個打陣線的優勢 像摩斯講的一樣 浮野連動變得比較重要 其實你需要的打野是一個 願意去入侵人家野區了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丁特不太願意去入侵人家野區嗎 對 這個是HKE自己講的 他們就是丁特這邊的話 他是比較注重視野控制 丁特其實比較偏向於這個 意測對方的位置進行反蹲 對 等於是做 有比較常看到的 可能是一些鏡像的作為 可是這種打法 其實在這個版本 就相對比較不吃香 因為當你在裝盲的同時 對方其實就把你另外一個 喔 等一下 你剛剛說裝盲嗎 就是因為意測的關係嘛 所以他有時候會猜錯或猜對 就是正反了 這個跟一樣是還是猜拳嘛 對不對 我猜對的話 那就是我賺一波的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WIND在本季的 打野的表現 其實我們可以從數據上面 來看一下WIND 他到底在整季的這個賽季上 他的表現怎麼樣喔 3.08的KDA 他在擊殺參與率 以及首殺擊殺參與率上面 其實表現都算是非常的亮眼喔 那CEO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其實 在你們隊伍當中 也是有非常多的新人 你覺得新人在面對這種大場面的時候 通常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是他需要去克服的呢 其實要看每個人 人格特質不一樣 有些人就是 上場我就不會害怕 有些人就是會比較 綁手綁腳的 對但我們可以從這個影片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WIND 感覺算是比較不害怕的 各種閃班的開戰 他完全沒有在擔心說 可能隊友跟不上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啊 那凱犬們你怎麼看 最後這波T戰 希望他今天也可以有 這樣子的表現 這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覺得WIND 另外一個優勢就是 他在角色池上面的話 其實瘦的局限比較小 那我們看過他會選 像李星或是賀克林這種更具有進攻性的一些角色 對 而且他其實我覺得也比較不怕 像是這個雷克薩被完全封鎖掉 HQ之前的話幾乎都會針對這個點去做封鎖 對等於是這個BP在HKE這邊可以來得更加靈活一點喔 那除了BP 我覺得除了講到Jungle的選角之外 其實他們中路選手Gear用過 在夏季賽的時候用過LM 是說中路選手最多的一個角色 他的這個平均的KDA來到4.68 而且他的整個 他是拿到夏季賽最佳新人 而且他的DPM則在中路裡面排名的算是第二名喔 那Mr.Tag 你怎麼看這個新秀的中路選手 你覺得他今天要再度碰上西門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壓制住中路這條線呢 對 其實在這個夏季季後賽 HQ對上HKE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在BP策略上面來講 HKE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 看起來在整個策略的流程執行上面來講 Gear這邊可能拿不出塔利亞這隻角色 所以他平板的封鎖 甚至是讓這個選擇的主動權放在HKE身上 對 那就看這段時間說 因為畢竟版本還是相同 然後在塔利亞這隻角色上面來講 剛剛柯萊們有提到 在藍方這邊有非常好的一個手搶優勢在 那其實在閃電狼的遊戲當中 你也看到塔利亞這樣的發揮 所以我認為Gear有沒有辦法 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拿出塔利亞這隻英雄 是非常重要的 那凱萊們老師 根據你這個專業的數據預測 你覺得塔利亞這隻角色今天會不會被放出來 其實我認為是不會的 那在季後賽的過程當中的話 HKE是自己承擔了塔利亞這個band 但是他們在看過了這個 西門拿塔利亞或西門的吸血鬼 其實他們自己 並不是特別畏懼西門拿出來的這兩隻角色 你剛剛有幫我們提到吸血鬼 所以你覺得吸血鬼 是算是可以面對打塔利亞的時候 一個蠻好的選擇嗎 還是說他其實就是互相吸血的感覺 沒有 我只是說因為HKE不怕西門的這兩隻角色 所以一起講出來 原來是單純不怕的意思 原來是這樣 那我們看完了HKE的整個陣容之後 我們也來看一下HKE今天的先發陣容吧 一樣是由上路的Ziv 打野的Mountain 中路的西門 以及下路的小安跟小爺爺的雙人組合 其實這個組合 對他們來講都算是蠻穩定的 不過在夏季季後賽的時候 我覺得Ziv的表現已經是讓大家非常地讚賞 只有你當時一定有看那場比賽 你覺得Ziv能夠連續拿下四次的MVP 就是Keeper的樣子的表現 你覺得他今天面對上Maple Snow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優勢在呢 因為他本身Maple Snow 玩的最好的兩隻角色 在這個賽季中玩的最好的 像是藍寶或鋼普朗克 這兩隻角色在季後賽的時候 他都被Ziv很狠地教訓過了 所以我相信Ziv應該是不太會害怕這個問題 對 反而是Maple Snow 需要去擔心心態上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Ziv 不管在DPM 擊殺差影率 還是這十分鐘領先的精神 通通都是在這個上路排名第一名 在季後賽的時候 四個上路選手裡面排名第一名 這個數字其實我相信 如果他能夠維持這樣子的表現的話 其實是非常 對他們來講比賽是非常有利的 我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巴龍的團戰裡面 先殺了兩個人 然後再把這個巴龍給搶走 後來我記得也是獲得 Kaiman老師頒的這個推拿高手的這個稱號 Kaiman你是怎麼 你也是平常打上路的 你覺得今天 是不是HKE 需要再給到上路更多的幫助 像是可能是Karsa來幫助咪咪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對 其實我們如果 看這個閃電腦這個系列賽的話 我們發現閃電腦給了HKE 一個很好的藍圖怎麼樣去打 AHQ這支隊伍 就是當AHQ選到鋼普朗的時候 其實他們上路給的一些資源是不太夠的 Karsa那一個系列賽 前面兩次Gang都死掉 但是他還是去Gang第三次 第四次 結論就是說 這邊再加上Maple在中路上面的優勢的話 他們五場都先拿到塔 那先拿到塔的話 在這個版本其實優勢非常大 比賽就幾乎一路鬼下去了 對 那我們有一個聽到 就是其實在 我覺得AHQ除了Ziv這個非常重要的點位之外 就是他有時候 就是這個 你先過了Ziv這關 不過會不會發現好像還有小安 對 但是我們提到小安之後 我們就會提到另外一個 寶物它非常重要的小夜夜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AHQ非常穩定的一個點 我們也來看一下 小夜夜在本季的一個表現 雖然4.73的KTA感覺上沒有很厲害 但是那是因為他都玩這種 什麼坦坑騎啊 射擊這種要去幫隊友擋子彈的角色 不過在插眼量跟插眼量上面來講的話 他都算是非常的精準喔 他的整個數據排名也都非常的前面 而我們也在賽前稍微訪問一下小夜夜 就是他覺得在這個6.15版本裡面 哪些support的選擇是很適合被拿出來的 那又有哪些選擇 就像坦肯騎這樣的角色 他怎麼樣來看待每天都被封鎖的坦肯騎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小夜夜的賽前的訪談 我覺得這版本比較強勢的輔助英雄應該是布朗姆 牛頭還有巴德 他們這三隻就是他們有很穩定的CC 然後尤其可以開戰 然後在寶牌方面也都蠻不錯的 所以這三隻應該是近期的首選 他很肯騎這角色在我們隊伍的定位就是 因為最近這版本就是會比較多的小會戰發生 然後因為他的大決技能可以就是全場的支援 所以在前期支援方面會比其他support來的快一點 然後而且他的第二招W技能可以就是化解掉很多CCG的控制 所以這對其他隊伍來說應該會很困擾 所以他們才會把這隻角色ban掉 哇那剛剛小夜也幫我們提點到的包含是 亞歷斯塔巴德以及這個 布朗姆這三隻角色算是他認為排名比較前面的喔 那Mistake你自己怎麼看在現在這個support的排名裡面 你覺得大概會是什麼樣的一個順序 優先順序大概是怎樣呢 其實剛剛小夜夜分析還蠻正確的 就是除了幾隻角色像是特朗德來說 其實在各地的就是在各區域的這個聯賽 季後賽裡面來講 特朗德的輔助也有很精彩的表現 當然閃電狼隊上J team的時候 然後瑟瑟也幫我們演示過這個pick 那其實在整個運作上面來講 我反倒會覺得說 夜夜比較應該說這個版本比較不像是他很擅長發揮的版本 或許是應該跟小安搭配比較久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在保牌上面這個成分做得更好 但其實適當的開戰或控制 其實在他們在對上閃電狼的這五場賽事當中 後期比如說在第四場第五場的夜夜的開戰或是判斷 稍微就會有一點滑弱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精準 就好像他也有所謂的波舞軟手的一個問題 這是我觀察到的一個點 對可能 我覺得等於是說他在這個開戰層上面 並沒有像他寶牌一樣做得很好 那其實你剛有提到像是特朗德這隻角色 那其實我們在LCK有時候也看到 你覺得塔里克這隻角色目前怎麼樣 就是他很少出現在LMS的賽場 但是其實在國外的賽區裡面 他是非常常出現的 我覺得塔里克這隻角色反倒是需要大量的練習 去堆壘他的大決施放時機 以及這個E技能的這個判斷 他跟陸陸的這個E加Q技能的這種方向進攻有一點點像 所以我認為選手比較不會去拿這隻角色 因為他比較需要頻繁的練習 對 等於是並沒有那麼多時間讓他們去訓練好這隻角色 那我們在討論完Support的部分之後 其實我們大家最關心的應該是他們在這個Jungle Way之間的對決 今天的話是由Wind要來上場來面對上Smartin 而這裡是他們打了2016賽季一整年下來第一次的角色 之前的話都是由貝貝來負責對付這兩位 可能是學長跟學弟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在KDA略野執 略野執的話我們可以跟大家稍微提點一下 略野執其實就是在你整體的這個野怪數量 你吃了對方的野怪數量 佔你整體野怪數量的多寡 其實可以看到兩隊的Jungle 都算是蠻常去入侵對方野區的 比較大的差別就真的像是Karen們老師所講的 在角色上面 包含的是這邊可能Win的比較常使用的 像是人馬以及格雷夫這樣的角色 那士優你自己怎麼看在現在這個版本裡面的話 除了你剛剛有跟我們提點過的雷克薩之外 你覺得酒桶跟人馬這樣子這些角色的選擇 在沒有了雷克薩之後 哪些角色是比較容易先被選出來的 這些角色的話 主要因為這個版本Jungle能否做事 在前行能不能做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雷克薩會是最強 當雷克薩不在的時候 其實人馬跟酒桶都很缺爛 可是在兩隻平刷的結果下面 酒桶是對AD造成比較大影響 他的閃度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對 等於是E閃再加上R這種把人家炸回來的方式 其實是蠻難去躲避的 反而是人馬的E他直接用一個虛弱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 而且人馬進場之後是出不太去的 對 而且人馬其實也蠻怕像是這個馬雜他這樣子 一進來就被握手的一個情況 然後進入到分析台的維生 最精采的要來 大家最想看的就是我們的預測結果 凱雷們既然你笑得這麼開心 不如就從你先開始好了 你覺得今天這場比賽誰會獲勝呢 我自己覺得還是AHQ獲勝 但是我覺得可能不會真的12比0這樣子繼續演下去 我覺得HKE上一次可能在版本調試上面做得沒有這麼的好 像關鍵的Pick塔利亞並沒有掌握住 那這一次我相信他們有這麼多的時間 而且RIOT也可以上所有出去世界賽的隊伍 都在6.15版本打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機會再一戰 我猜3比1 所以你猜3比1 那MISTAK你怎麼看今天這個對決 我覺得第一場勝利對兩隻隊伍來講 就是會導致他們接下來的結果 如果HQ贏的話 我覺得3比0幾率很高 HKE如果贏下來的話 就很有可能打得比較膠著 當然我們問的是整個系列賽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選一個 對 當然我後面要講了 就是HQ贏的幾率還是高一點 因為我認為說 在閃電狼對上HQ的這個對決當中 閃電狼貫徹了一套BP戰術 就是TF 利三卓以及坦肯齊 就是他們在看完HKE的對決當中 這套BP或許HKE可以拿來用 可是前提就回到我們剛剛前面提的就是 卡利亞是一隻英雄 你要會自己使用 你要會自己使用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卡利亞 HKE有沒有辦法拿出來 好 那接下來CEO輪到你了 就是你看完 參考完前面兩位前輩的這個意見 你自己怎麼看今天這場比賽 我保守估計 AHQ3比0 這麼保守啊 對 保守 既然你都這麼保守的話 那我就跟風一下好了 既然大家都覺得AHQ嘛 那我也投AHQ贏票好了 我自己是屬於比較跟風型的這個賽評 那我還是覺得AHQ 其實在這個夏季賽 雖然說可能3比2落後 不過他們的氣質上應該還在喔 那在這個我們四位 算說他們三位專家 完整的分析完之後 我們馬上把我們的主持棒交給 在主播台的湯米囉 好的 所以來到現場 以及在現場收看比賽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歡迎收看2016年的區域資格賽事 我是主播湯米 我是賽評LeoBose 好 那非常開心 我在第一天再一次的雙十合體 跟LeoBose為各位來轉播賽事啦 沒錯 真的 好像第一天 好像每一次第一天都是我們每一個 這種大的系列賽事 而且都是AHQ對上HKE 真的耶 下季也是 好像真的耶 但是其實剛剛這個我在分析台的時候 各位這個專家們有提到一個點 是在於我很擔心HKE現在換上了一個 算是比較經驗不足的Jungle的時候 會帶給這場比賽什麼樣的一個面貌 是在於丁特也有提到這樣的一個 你還記得丁特在採訪之中提到的內容嗎 角色池好像有點 角色池好像有點問題 那HKE為了解決這個角色池的問題 你就把他做版的啦 我沒講啊 你怎麼一講啊 沒有啦 就是可能是做一些選手上面的輪體 這樣BP上可能比較靈活一些 剛剛還有提到溝通問題 這個可以深深的這個 沒有啦 這個公道化好不好 我真心覺得這一場比賽跟四強賽的時候 HKE來的機率機會大很多 非常非常多 怎麼說呢 我覺得在看完AHQ跟閃電腦的比賽之後 我相信在場的各位只要有看那場比賽 對AHQ的整體的體系跟套路 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那更不用說HKE了 我相信他們會有更深入的研究 那我覺得在這樣子的理解下面 他們會能發揮的空間有更多 因為講難聽一點 上次HKE的比賽應該可以算是被撸平了 被撸過去了 那幾乎沒有看出他們有執行什麼特殊的套路 或是什麼不一樣的秘密武器或什麼之類的 幾乎都還沒有秀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比賽其實對HKE來說 算是有一個 復仇之戰的感覺 有一個小優勢戰 小優勢戰 而且其實上一次AHQ對上HKE 就是我們在台北戰的時候的這個 GEO賽事 其實連續三場AHQ的一個FAN角 都是一樣的 都是界連的先封鎖掉的進 吸血鬼以及雷克薩 這個雷克薩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的話 對上HKE的比賽 有機會在今天的這個賽事當中 同樣的再丟一個題目 給HKE來接 沒錯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HKE 應該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好像是要仿造 閃電狼的這個BANPIG 未看千猜下一隻利三卓 對 其實就等於是在限制住 西眉夜說的一個發揮 但是其實 以這兩個隊伍的打野 現在上場的選手來說的話 雷克薩並不會是他們 在封鎖名單裡面的一個考能 有很高的機會 會一邊各放一隻喔 沒錯 我覺得Jungle的話因為 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WIN的上場本身會選一些 比較偏攻擊性的Jungle 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對封鎖Jungle上面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是 因為過去丁特上場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 特哥的酒桶 那個是不胡的 你還有看到剛剛一開始的 進場動畫嗎 哇 超靈體有沒有 各種怒吼 附身合體 但是在這個酒桶的 沒有被封鎖的情況下面 果然就像LeoBoss所說的 紅方的HKZO 是封鎖掉的這個BANPIG 但AHQ在FIRST PIG的地方 先點了一隻塔利亞 我相信以AHQ的角度來想的話 他們在被RUN2追3之後 我相信他們也對他們的整體 的BANPIG跟套路 會有做相當程度的檢討 那在他們檢討之後呢 是不是有辦法 在這樣子的BANPIG下 扳回一城 這就是我相信 這一段AHQ在即興的時間 最大的功課 對 因為我有去請教過 就是不管是教練也好 或者是所有分析師們也好 就是在很多的隊伍裡面 雷克薩的順位其實在前面 會比起酒桶來高的比較高一點 沒錯沒錯 應該說雷克薩本身打野的 血量跟速度來說 都比酒桶高了許多 成長曲線也不太一樣 成長曲線也不太一樣 因為雷克薩 雷克薩算是 前面的傷害高了一些 但酒桶是在後期的時候 給予後排的壓力再更大 沒錯沒錯 在看到的HKE 看AHQ所下的塔莉亞之後 前兩個PIC先點了一個艾希 以及雷克薩 最後是把艾希換成了亞歷斯塔 我覺得這邊拿艾希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AHQ這邊是自奔進 對 在自奔進的情況下 如果你拿掉艾希的話 就變成說是對方會 少一個輔助 少一個這種support AD 他變成說他剩下來的選擇 可能會是 西維爾啊 或者是 比較沒有到T1的這種AD 對 其實應該是說西維爾 在瑞森的過去使用名單裡面的話 是比較常出現 一共使用的快要 將近是快要十次 快要十次了 對 但是另外一邊的話 其實剛剛六包子也講的 一個重點是 通常在BP上面的話 這個進跟艾希 應該都會針對去做一個封鎖 或者是直接在一二選的地方 在紅方會先把艾希先給拿走 沒錯 那從HKE的選角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這場應該 是非常非常注重下路 我們可以想拿牛的話 其實 我覺得牛是一支配合Jungle 非常非常強勢的一個輔助 那雷克薩呢 本身又是一支前期非常 該怎麼說呢 前期應該算是最兇的吧 應該數一數二兇 那這個套路有兩種可能性吧 第一就是 很有可能偶類 會放棄他在季後賽的打法 會變成像 最早以前JJ還在那個時候的打法 就是瘋狂跑線 瘋狂跑線 然後配合雷克薩 可能可以鑄爆中路 鑄爆上路 甚至是會給 WIN的這邊 不是給WIN的 在側邊的 給Mountain 會給Mountain這邊巨大的壓力 會給很大的Jungle壓力 是 但另外一個角度的話 則是 如果說這樣子要 要呈現這樣的一個打法 AD勢必要有一個自保的一個性質 所以他選了西維爾 西維爾 西維爾其實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就是在 被放生的情況下 其實西維爾算是 生活能夠自理的一個角色 本身的Q 刷兵能力是相當優秀的 是 另外一邊的話 HKE則是在中路的部分 剛剛原本點了一個辛朵拉 我正想講 但最後是換上了馬爾札哈 那其實在過去的比賽裡面的話 馬爾札哈一直都是HKE 很 算是在中路為GEAR選手手中 很前面的一個Pick 非常前面數 對HKE來說我相信馬爾札 他是個非常重要的Pick 那我覺得這邊如果選辛朵拉的話 辛朵拉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覺得很意外 是 因為我相信辛朵拉是一隻 現今META 少數能夠克制塔莉亞的一個角色 對 而且在後期的發揮 他的開戰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 很突然 是 非常的遠 這個其實是在 當時香港場的時候 紀錄老師也跟我們提到 就是關於中路對上的塔莉亞的時候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角色去應對 有分各種檔次嘛 那可能就是刺客角的選擇 或是像剛剛Leopold提到一個辛朵拉 就是兩邊其實都是在拼一個 互相洗線的速度 而且其實AHQ在BP上面已經設計過了 因為我們在過去的比賽面 常常看到的是 對到了塔莉亞的時候 我會用卡馬來應對 兩邊都是會在前期的線路 打得更兇一些 這兩隻 應該說你要對付塔莉亞的關鍵 在於說是你的前期推兵能力 必須要很強 對 因為你一旦推輸塔莉亞 塔莉亞的跑線能力 支援能力實在是太優秀 那我覺得這邊是一個HK 一個小小的隱憂 因為我不覺得 馬爾札哈有這麼強的推兵能力 真是在打線的時候 馬爾札哈是偏弱勢的 在最後的 Last Pick的地方 給了Maple Stone一個counter位 選了伊瑞莉亞 他這樣的話 應該說是他的整個戰術方向就改變了 本身 伊瑞莉亞算是後期的一個寶藏 對 那還具備很強的分推能力 那他艾克的時候我覺得 應該會輸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選了雷克薩又選了牛 很有可能在跑線或者是 很有可能HKE這邊會把很大的 很大的資源投資在Maple Stone上面 其實這個就是跟 當時我們一直在提到的在 夏季季後賽的時候 把等於是幾乎把Maple Stone放生 這樣的一個情況 HKE準備要來做一個改善 對 原本是著重在下路打 但現在看起來圍繞著Maple Stone 這個伊瑞莉亞 來做一個比較算是 給予更多的幫助 讓他可以很肥這樣的一個 非常有可能這邊會把 很多的資源投注在 投注在Maple Stone身上 從他們選角就可以看得出一些短尼 但是如果以前其實兩邊的陣型 已經擺出來的情況下面的話 你會在這個HQ的角度來說 我們都知道嘛 這你剛剛也提到HKE 是著重於上路的點位 但HQ呢 他是以下路這邊去做一個進攻 還是會讓中路的Maple Stone 可以把線洗過去之後 再做一個多人的一個夾子 以HQ的組合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四平八穩的組合 他比較這個組合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他們並沒有一個非常focus的線路 是他們很注重臨場的發揮 他們上路的角色其實本身機動性很高 支援性也很高 容易死 中路本身也是一隻支援性相當高的角色 那艾希的這個大絕呢 其實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非常強的開戰技能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以HQ的組合來看的話 我是一個Jungle的話 我在這樣子的組合下 我會玩得非常的放心 因為我走到哪裡 幾乎都有可以跟我配合的線路 其實這個聽起來就很像是之前HQ 就是在這個下季季度賽的時候 那三場對上HKE的比賽裡面 就是一樣是像Ziv在上路 拿一個算是比較打線比較好打的 然後又有算是有位移能力 擁有自保能力的英雄 然後讓Mountain自己去選擇 在地圖上面的目標 我覺得以變化性來講的話 HQ這邊的變化性相對的高非常的多 我舉個例子好了 是 假設我今天是Mountain的話 我走到上路 我幫Ziv 只要能夠幫Ziv滾出優勢 Ziv的TP也可以給下路巨大的壓力 對 我幫下路滾出優勢的話 下路會有後期Carry的能力 幫塔利亞滾出雪球的話 塔利亞的支援能力也會相對來的很大 對 而且幾乎是全地圖的支援能力 但是HQ這邊相對的 他必須要幫助Maple Snow 如果伊瑞莉亞沒有長起來的話 到後期伊瑞莉亞 可以算是 應該算是半個費用力 他等於讓了一個大招 不過在這個野區裡面 Winor被撞到了 雷神打出來 Mountain繼續作戰 Winor跟上雪舞飛沿 Winor血量剩100多滴 趕快遁地 但是沒有任何怒氣條 他血量無法回復起來 但是在藥劑關這邊的話 已經是用掉一個Tick 不過還好這個時間非常的早 可以先回家 這邊至少沒有被逼出閃現 就算是還OK 但是這邊已經完完全全讓掉視野了 沒錯 視野已經被做出來 而且這邊非常可惜的是 HK在Winor被打的過程中 並沒有做出鏡像的點位 所以他這邊算是完完全全放棄了自己紅方的視野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HQ下的這兩隻點位非常的關鍵 第一就是在雙十 雷克薩最喜歡起Jungle的位置 也就是雙十下 第二隻眼睛是放在這個 第二隻眼睛是放在這個 聚會鳥旁邊 應該說從紅方Jungle去移動到藍方 中方Jungle區的最重要的道路 對 沒錯 主要幹道上面 對 放在一個主要幹道上面 就變成說是 今天如果這隻眼睛 沒看到雷克薩代表什麼 可能這個雷克薩要Gank上路 或者是可能要來板我的上半部Jungle 那如果看到他的話呢 其實上半部就會打得非常放心 但看起來的話 這個雷克薩在前面的話 就像LeoBoss所說 即便知道自己有一個 視野上面的缺陷 依然是紅BUFF開 但是在這個專角裡面 眼睛已經消失掉了 已經被看到了 下路是打特別的兇 Elvis 往前一個啃咬 Oley回擊個大力粉 所以兩邊下路雙人線的交手 但看起來換血上面的話 都是這個藍方的HQ是佔優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 艾希最厲害的地方 在雙方交火的時候 其實雙方的血量是平等的 但就在回升的這一下 硬生生的就是因為 在艾希的手比較長 多點了 Raisen跟Oley各一下 一人一下通通不用講 而且專注射擊在前面 因為艾希基本上 就是點一個W再點Q 所以其實專注射擊 可以在對點的情況下面 製造出更多的傷害 像對HQ已經把兵線給吸進去了 所以這裡HQ的雙方性 應該會選擇用一個 打尾的方式在塔下 就是慢慢的把這個兵給撿起來 但是這個就不像LeoBoss所說的 前期有機會把線吸出去 沒錯 但是以HQ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現在的這個套路打得其實 非常的精銳 你知道嗎 他們在上路的眼睛 看到WIND的情況下 他們這一波強會進塔 代表說這個兵線馬上就會回到 HQ的塔下 是 那這個時候呢 剛好雷克薩是在下半部的Jungle 而且他這邊九桶又看到雷克薩 所以小安這邊應該是可以打得 非常非常的輕鬆 而且很放鬆 對 直接讓掉這支河蟹喔 對於WIND來說的話 感覺上第一波 是被對方強壯一個 心裡面已經有陰影了 沒錯 那中路呢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 我覺得其實馬爾沙他在前期打線 並不是一隻很強的打線角 他是一隻中後期的 標準Carry型AP 他不是一隻打線角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塔莉亞的跑線 完完全全不會被限制 四等就開始跑線 我的天啊 感覺好像他在插眼 對 感覺上這一場HQ 是針對野區在打 知道WIND的經驗 可能比丁萊來更會不足喔 這個就是中野聯動有沒有 中野聯動有沒有 有沒有 視野給點亮 他幫他布了兩隻眼睛 這兩隻眼睛呢 真的是會把WIND看光光 因為這波WIND的Record之後呢 第一個重生的Jungle 這有打過Jungle都知道 我第一波起紅 我回家補完裝備出來 我必須到哪裡 就是來到上半部啊 是 一個誤解屏住 往前一頂 雷神這邊的話 血量只剩半條 而且這邊就如球友所說的 AHQ的兵線已經是拉在塔下了 沒錯 這個點就是WIND的最尷尬的時候 就是 這邊已經拉到塔下 可是我的人又在下半部 那變成就是說我會 沒有事情做 那這個沒有事情做呢 也不是因為 什麼特殊原因沒有事情做 只是因為他被那個眼睛看到 而AHQ這邊採取了這樣子的兵線控制 所以如果現在雷克薩回到 剛剛你所說的上半部野區 被這根眼睛給看到了 那代表的是AHQ 又完全掌握到雷克薩的位置 他前期就沒辦法做到這麼多事 而且更精銳的是 這一波下路線AHQ 會回推到HKE的塔下 這個時候WIND在上半部 他沒有辦法做到支援 而他清完上半部野區 準備要來下半部的時候 兵線又會再回到AHQ的塔下 等於多波的蹲點 所以從頭到尾 下路是絕對絕對安全的 所以看起來AHQ的下路線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像剛剛球員說的 打得特別的兇 CS在AD位的小安 這邊已經領先了十隻了 沒錯 HKE的雙線現在看起來 過得特別痛苦 L9直接掠過了兵線 往前限制對方的走位 一隻兵都吃不到 WIND是進入了上半部的 對方藍區 但是裡面已經是 這個完全是吃光光的 裡面是空空的 什麼都沒有啊 想要幹個上路的話 連AHQ的上路的核道草叢 都有眼睛 這邊是非常安全的 這個要殺掉是 我覺得有巨大難度 WIND是前期的跑線 WIND的等級 來看一下下路這一波 是HQ的推線 哇 這邊被看到了 已經是被拼出點位來了 WIND還在等時機 草叢裡面有一根視頻眼 但以ZIV的過去的打線來說 他並不會有太過照鏡 往前這樣一個舉動 來看一下 這一波是MAPLE送TP進來 ZIV跟WIND 這邊都是在上路相會了 已經一個力量衝擊 但是WIND閃翻ZIV有點危險 叫做閃線翔往旁邊 拉 這邊再一個相會轉移 MAPLE送往前一個平衡打擊 現在把ZIV緩下來 往後一砍 ZIV血量是在200滴 還在後無阻妖姬 這邊看起來是跟不到 ZIV再一個相會轉 就可以逃脫 但是WIND這邊的猛襲在翻山 最後有被封住 力量衝擊 拿下了首殺 哇 這一波的追擊 其實最 我覺得ZIV已經跑得相當相當的漂亮 已經算是盡力了 我覺得 這裡一開始我還想說 上路這根眼睛 應該是ZIV嚇得 他知道意識 對方有可能來GANK 但是WIND是抓到了那個時間點 應該說我覺得 就算那隻眼睛有看到WIND 也來不及了 應該在 在Maple Snow交TP的時候 其實 ZIV就應該要有所緊急 或者是甚至要後拉了 他是選擇 留在他TP下來的位置 想要跟他換血一波 所以才會 反而才會被GANK到 但這個開局 對於這個Maple Snow來說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過去在 剛剛FINSTEIN也有提到一個點是 如果今天上路ZIV 可以壓制住Maple Snow 上下兩路都是優勢的情況下 HPE這邊很難去對付MHQ 我覺得這個GANK 是完完全全可以避免的 應該說是 當時CMAN已經跑到了下路的Jungle 而且也沒有發現WIND的蹤跡 而且那一波 其實WIND的位置 是可以預測到的 所以在整體的 整個路線流程來看的話 我覺得ZIV這邊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預測到WIND 而且我相信他知道WIND在他旁邊 他應該知道 他只是白目了一點 想說可能不會死 應該不會死吧 再一次的這個下路的雙雷組合 想要對雙雷組合施壓一下 Mountain 在這個點位上面 是沒有被對方眼睛給看到的 HQ想要換顏色 但Maple Snow 這邊已經是把兵線往後拉了 雷克薩這邊其實是來到了地圖下半部 所以Mountain是進向對方 掌握到這個紅BUFF的時間 Mountain在反紅 這波反應也是做得相當漂亮 可以看得出來 HQ在這一段時間的成長 而且他已經從以往的大家隊 完全轉型成他現在所謂 大家所謂的這種 運運啊 視野啊 視野啊這方面 視野控制 經濟控制的人 但是OLED的前期跑線 其實也沒有拿到任何的成效 但上路的交手 則是ZIV跟Maple Snow的換鞋 現在是OLED離開了線上 真的就像前面所說的 放生AD 在下路一個人好好的過日子 他選這樣子的角色 其實他的動機已經太明顯 OLED你站在一個紅眼上啊 有有有意識到了 這個最強輔助怎麼可以不排粉眼呢 但是已經被看光光了 已經被看到了是吧 沒錯 應該說 他一個輔助要走到這個 九筒的蹲點 ZIV想要引誘Maple Snow出來跟他打 但現在Mountain其實是有一個六等的大絕 爆破九筒來看他上路這一波 還在抖還在抖 而且Albis的跑線已經抓到Wings的點位了 Wings趕快利用通道躲開 但是被物件冰柱一頂 撞出隧道裡面 還行還行 這波至少還好沒有發生過狀 九筒往前一個閃動 爆破九筒乍轉 Maple血量非常危機 開了所有軍隊想要回血 被ZIV的時光棒棒一棒打死 哇 而且我們看得出來 Mountain這邊人真的是非常好 還是讓頭給ZIV啊 沒錯 少點了那一下 我覺得這邊讓頭給ZIV相當重要 應該說 這場HK已經幾乎是把他的賭注 都放在了一位利亞上面 不然你不會選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必須要經濟 必須要成長 是 那能夠最好壓制住他的人是誰 就是ZIV 所以他這邊把經濟給ZIV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判斷 對 也算是這個補償一下他剛剛被殺掉之後 可能在打線上面有些微的劣勢 應該是還好 我覺得 真的嗎 剛才被殺掉之後 其實他並沒有掉太多的兵 只是很單純的 伊瑞莉亞就多了那些錢而已 來看一下上路這一波的進攻 感覺像是ZIV扛了一下塔之後 那MableSource起了一個摸他的心 想要摸他一下心 摸他的心 摸死的心 摸死的心 不是摸死的心 是摸他的心 不過這裡兩邊的輔助 在跑線之後再一次的回到地圖下半 而且其實在鐵位上面的話 在對方的核道處 以及在藍區的入口處 其實都有嚇了一個眼睛喔 在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遇到九筒的一閃真的是 我覺得很絕望 非常絕望 但目前的話塔利亞其實已經來到巴基 沒有看到他任何兵制者之強一個 算是卡整個戰場的一個嘗試 目前來看的話 並不是他沒有要這樣的嘗試 是HK並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喔 沒錯 現在是AH2把左右兩側的視野線 完全的建固了起來 另外一邊的話 Gear其實在中國當中的藍包 你可以看到雙方推薦的速度喔 塔利亞這邊推薦的速度 比 比Mahza他來得好太多喔 變成說Mahza他這邊必須是被動的 現在塔利亞已經開始跑線了 可是 Wentor來了 王爺來了 要蓋牆壁了 這裡是蓋了一個牆壁 強度好像不太足夠 上方亮了一個TP Maple社這邊血量非常危機 被鎮定自己給擊殺了 直接一波爆發是瞬間帶走了Maple Snow 哇那這一場的話 其實HK有一點慘啊 因為在伊瑞莉亞沒有發育的情況下 就像我們一開始分析的時候提到的 伊瑞莉亞真的 在沒有經濟的情況下 我覺得伊瑞莉亞還蠻悲劇的 尤其是他後期你知道他還要看到什麼東西嗎 還有一個特朗格會咬他 直接單吸他一口 對他吸他一口之後 伊瑞莉亞真的是腳都軟了 不過現在這個Wentor第一波跑線成功之後 後面的這個王爺特快車 應該就要繼續滾動了 後面是一個Mountain的包抄 來看一下中路的馬爾札拉的位置 Mountain喝了一個醉酒狂暴 這一個爆破中的原地 炸了一下Gear趕快叫閃現往回 一個名譜之貨但是終斷掉了 Mountain的血量也算是維持了一半左右 但側邊的Maple Snow也趕得過來 被Ziv的一套傷害打下去 兩邊應該是要拉開了 Ziv這邊也是交了TP下來救援 Mountain這邊應該是有機會跑掉的 Oh Elbis有一點危險 偶雷在等冷卻時間 小漢趕過來 還丟了一個萬箭齊發 幫助Ziv可以撤退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剛剛HK1還聘了一下這條火龍 看起來這個前十分鐘兩邊打的 是有來有往 沒錯 這邊要硬做的話 我覺得HK1來說很危險啊 很危險 非常危險啊 因為這邊小安可以說是滿狀態的 而且西威爾這邊是 他的支援會來得慢 他這邊是前期呢 因為失去了這個推線優勢的關係 他必須要待在塔下 而且他這邊狀態並不是非常優秀 這個轉角小葉也是躲過了Racer的偵察 也沒有被眼睛看到 這個轉角也太精銳了吧 所以Racer現在是以為自己是安全的 Albis好過來了 應該是要來執行一波塔殺 Albis直接出來草叢裡 外面 Racer趕快開了收隊大絕逃脫 先嚇嚇他 先嚇嚇他 但是這個防禦塔看起來血量就不太妙了 不過下路了Racer再一次的回頭 Oh Elbis一個閃現的WQ連段 小安這邊的位置不是太好 開始往後拉打 Albis這邊的話是吸了一口 深入霸體正在往後拉 並且出手 Albis這邊血量還在回復當中 HK追不到啊 這裡是讓小葉順利的撤退了 特朗隊也太硬了吧 他這一個聖怒霸體 直接吸的雷克薩都是超級硬啊 而且 吸尾爾這邊也沒有多餘的魔力可以來做輸出 剛剛那一波其實是先把Racer的大招逼出來 沒錯 回頭已經來不及了 不過Mountain這裡是想要來進WIND的野區 被狼狼看到了 如果把隧道給踩一踩 這邊Mountain其實並不畏懼 有看到 哇這個學弟的Record終究還是得斷 現在是Mountain再一次用肚子回來 嚇了一根眼睛 再繞到了三角草裡面 這邊應該是想對下路做夾擊 來看看編制者之強 這場HQ前期的節奏真的是不得不說 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 真的是打得很好 我覺得 找到的相遇 WESTOR這邊的大絕心還沒有釋放出去 OLEA往回一個野蠻中藏 OLEA這邊沒有魔囉 但是現在HK的全部成員都是呆呆的塔 他要爆了 一個肚子往前 Mountain想要做控制 Racer被卡在牆壁 趕快就神仙離開 OLEA就走不掉 Mountain往前一個神仙 把Racer炸回來 讓WESTOR拿到雙殺 王爺特快車 王爺特快車 ROP2 我真的覺得他中路應該選星斗啦 他選一個馬爾招 他變成說他完完全全 有點離開遊戲的感覺 你不覺得嗎 他一開始選的時候 我有一點懂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Pick 但是當時 我一直不斷地說服我自己 就是說 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特殊理解 或者是他真的玩得非常的好 是 Gear這邊的護盾已經被打掉了 一個時光籃節 這邊是閃掉上去硬點 但是看起來這個Gear的血量 應該是Hold得住的 沒錯 這邊丟了一個殺星幻象之後 Ziv不敢繼續往前追擊 沒錯 這個進塔的話很有可能會 很有可能會遇到牛啊 感覺上會挫起來 所以Ziv這邊是打了兩下 意思意思就回到上路 來看一下下路這波夾擊 他一爆的瞬間 HQ已經響起了進攻的號角 沒錯 牛這邊是直接被彈到塔莉亞的碎石上面 沒錯 瞬間暴斃 它是空中攔截耶 空中攔截 空中攔截在這個 飛行中的Racer 這個其實九筒在6015版本的時候 他的大絕包括九筒 還沒有這個拋值的時間 沒錯沒錯 還沒有被NRF 對 在後面的一個版本裡面 其實九筒感覺上已經 可以從T1的角色離開了 那個爆破九筒大絕 會有0.5秒的飛行時間 從T1變成T87 這個沒辦法的事情 太囂張 太囂張就是會長大 太高調就要被打 沒錯 那這裡的話已經是讓這個 HQ的小葉給解放出來了 下路這個塔推掉之後 現在是把艾西掉了的上半部 沒錯 下路龍跟塔都已經拿掉的情況下 其實下半部的Jungle 已經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的地圖支援了 那HQ這邊也是非常聰明的把雙人線 移到了上路 要拿這個地圖上 最後一個外圍的地圖支援 其實還有一個中外塔 那個中... 一定是最後順位 太難了啦 但以現在的塔利亞的 這個裝備來說的話 他第二件就直接出了水影口袋 這個就是為了GEAR 不要讓他在單點上握手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就是打 馬爾砸哈的出裝 我覺得甚至是 小安跟Mountain這邊一人出一件 我覺得都還是很合理的 但跟我們過去看到的艾克 比較不相同的是在於 他是直接上了坦裝 而非過去看到可能 三向之地的一個套路 沒錯啊 上路是Ole往前做第一波控制 應該說打伊瑞莉亞不能夠上攻 沒有人可以跟伊瑞莉亞 拼隊A的 對沒有辦法 沒有人在跟他拼隊A的 沒有人在看他拼隊A的 不過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伊瑞莉亞這邊的發育 已經最起碼被限制了 我覺得應該被限制了八分鐘有了 你還記得我們平常看到 Ziv在玩九筒啊 或者是 他在季後賽玩的艾克的時候 平均都是12到13分鐘 就會有三下 所以這邊已經15分鐘了 伊瑞莉亞這邊只有兩個 小部件而已 對 這個Ziv在玩這個鋼匡王克的時候 也是懂得非常的快 上路沒問題 這邊伊瑞莉亞的發育 已經可以說是有一點悲劇了 這邊小安放了鳥娃 連塔都要放了 已經確定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推這個上塔了 而且上下塔一掉 這個野區全部都要被點亮 WIND的野區其實基本上是 失守的狀態 還沒掉就已經亮了 掉完的話就不得了了 掉了就不得了了 這個WIND想要來農野怪 都會被看光光 幫著這邊是硬生生領先 他一個燃燒寶石啊 你這邊怎麼會有 他的農野怪的錯覺呢 你什麼時候有這樣的錯覺 沒錯 這邊已經不是你的家了 這個蠶食經過的結果 現在ASQ已經是利用了視野 慢慢地把HK 要越掐越死 現在是準備要轉到 中路的點位上了 這個整體套路的轉線 真的跟 我相信阿布教練 應該是有幫他們非常多 這邊整體套路跟 一根EDG看起來 超級無敵相啊 形狀是差不多的 形狀差不多 往前一個柱子 先限制一下 哇 就一根烏結冰柱之後 一人Poke了一個技能 雷神這邊就直接掉了三分之一的血 大爆血 沒錯 這邊壓力很大喔 嚇到Record 而且下路的Ziv 是直接推到了對方的下二塔之前 以Ziv現在的裝備 Iraylia是沒有辦法跟他抗衡的 打不贏 所以這邊Iraylia 失去了他身為一個Iraylia的價值 我以為是尊嚴 結果是價值 沒有 這個比賽還沒結束 是沒有尊嚴可言的 比賽還沒結束 對 剛剛一個陣地之機 我還以為要抵到人 不過中路Vestor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這個刷兵量是非常高 剛才其實那個陣地之機 他頂的方向是 推走的 所以就是他應該也沒有要打人的意思 他只是想要 緩和一下情況 然後吃吃那波兵嘛 但現在看起來的話 也可以是吧 雙人線原本從上半步的地方 掉到了中路 應該這 只能這樣 最後一根了對不對 這不拔百不拔嘛 而且他這根拔掉之後 就可以準備開始布龍了 小龍就快生啦 這邊已經有一個火龍的情況下 還有三顆頭的領先 加上現在將近四到五千塊錢 經濟領先 我覺得下一條小龍應該 HQ這邊也是妥妥的 喔 下一條是瘋龍的屬性 不過win的是 往上做了一個暗上的眼睛 然後再合到處再下一根 這邊的話 整個雷克薩目前的話 就是一個下眼機的感覺 沒辦法做到任何的game嘗試 他已經做不 應該說 上半步Jungle已經可以說 是不是他的家了 對 伊瑞莉亞如果打線 還推不贏這個艾克的話 那下半步Jungle其實也不是他的家 等於兩路平線都是往前推的 沒錯 會非常的悲劇喔 吃了御視者 這個時間點 要讓艾克拿到更多的優勢 讓你們這個點位把沒什麼時候給打爆喔 只要把這個御視者拿到艾克身上的話 我相信這個伊瑞莉亞 應該頭就開始頭了 喔 Mountain 真的是要給Zip了 往前肚子 想要來撞Win的 後方還有AHQ的成員趕過來夾 不過Win的這邊的位置也是調整得不錯 已經是離開了 對方可以做控制的範圍 太兇了吧 這邊如果這邊Zip已經是 已經有一個火斗算是非常克制 伊瑞莉亞的裝備 再又拿到御視者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個伊瑞莉亞 應該會過得生火棍治理 對 因為其實這個御視者的BUFF在單人線上面 可以有一個 我記得沒錯有個5%的減傷 沒錯 然後坦型裝備其實在前期的一個 算是效用曲線是比較強一點 非常高的 來看一下這個紅BUFF的爭奪 感覺上Win的除了第一個紅BUFF之外 後面都沒有拿到 歐雷在側邊被撞了一下 方天想要繼續做進攻 誤解冰出一頂 歐雷的位置有一點深 不過後方HK的兩名車約 歐雷爾在側邊握到手的 歐雷爾在側邊握到手的 歐雷爾在小安身上 後面歐雷爾的一個鞭子的支槍 把人給關注了 王爺騰壞車又來 歐雷爾飛的差距好高 歐雷爾正定自己 歐雷爾交出了閃線 現在在這個窄口裡面 歐雷爾在裡面亂繳一通 Win也是交閃 但是被這一個時空來前 給定了下來 大兵的出手 往前一個肚子 歐雷爾再拿到了 歐雷克薩的人頭 打到暴走 歐雷爾也交閃線 想要離開爆破九頭 把歐雷爾往回迎炸 歐雷爾現在很危機 被歐雷爾給殺掉 後面歐雷爾兩顆 想要被第三顆 歐雷克薩就撞起來 第三個擊殺打得 被馬爾柵給拿走 這波是HKE的反打 沒錯這個會戰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說馬爾柵他沒有 沒有直接擊 沒有擊殺掉小安 但是小安已經可以說是離開戰場 整個會戰 小安唯一的輸出 就是那250點的大兵劍而已 就這樣 就這樣 如果有那個輸出表的話 應該蠻刺激的 待後可能就會有了 不過剛剛這一波 HKE打得確實是好 其實是抓到了小安 跟隊友分離的一個時間點 這個 歐雷爾在側邊 強行握手 我覺得其實 其實整體的會戰來看的話 AHQ是打得相當不錯 但是AHQ後續 太急了 他追太深了 應該說 他殺掉第一個人之後 我覺得是AHQ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Gear拉到這邊之後 其實已經可以說是 浪費掉了這個大絕 西門的這波進場 相當的漂亮 從後面直接逼走Raisen 這邊還逼出了Gear的閃現 後續的追擊也相當漂亮 小安這個時候出了一個大兵線 直接擊殺掉WIND 這個時候 AHQ就可以撤退 而且可以完完全全無損的拿掉中塔 但是這邊 三個人殘血的情況下 回生還想要繼續收Mable Stone 而且這個血量 就是伊瑞莉亞最強的血量 大概三層血 四層血的時候 沒錯 應該說是這個後續的追擊 我覺得有點 不必要了 如果他們在拿掉WIND的人頭之後 直接拉掉 這個中路塔 真的是躺著拿 拿掉之後 Recall又可以回來做這個瘋龍 瘋龍拿掉之後 我真的覺得 AHQ是要怎麼玩就怎麼玩 要做巴隆斯野就做巴隆斯野 要記你野就記你野 這個藍buff我覺得也不會是HKE的 都可以控住 沒錯 全部都可以控 但第一波團上的HKE重新回到了這個遊戲 轉頭看到AHQ在吃這條瘋龍 不過上路沒辦法手握三項之力 再摸對方的上路外塔 想要討回一點顏面 這個藍方的AHQ已經拿到這條的瘋龍 已經是兩條小龍的進帳 但現在看起來到AHQ在尋找下一波的節奏 因為剛剛這一波藍球的進攻 可能球球認為是有點算多了 後續的追擊我覺得有點太多了 那這一波其實也是讓Iradia再度回到了遊戲 我們可以看到Iradia的裝備 終於是拿出來 而且他不只拿出來他的三項 我看一下經濟 他的經濟超越這個人 就一波團戰 就一波團戰就回來了 還要想要夾這個上路的外塔 那Mapos這邊是中了一個大兵 最後方是Mountain想要來做夾擊 還有人從後面繞嗎 這裡是一個West Door的特快車 又趕過來是一個三甲印 Mapos利用兩段式的衝 衝到了小孩旁邊 一個無解兵度一頂 Albis是把人關在廁所裡面 Mapos倒地了 我真的覺得 這場比賽對所有支持HQ的粉絲來說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開心 從季後賽我真的 我覺得西門的塔莉亞並沒有玩得很好 但是我看到這一場之後 我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一段時間下的苦心跟努力 他的伊瑞莉亞這一場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前期的風向整個就是他帶的 其實我在賽前也有跟Leobo討論過 關於塔莉亞這隻角色 他在後期前面也有踢到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讓一個大招的中部法師 對 但是這個角色其實就很吃節奏上面的配合 非常吃節奏 有塔莉亞的隊伍非常忌會 犯小錯誤 他一旦犯小錯誤 失去了那個節奏的話 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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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HKE想要來嘗試開戰 WIND彈在最前面 但看起來血量維持得還不錯 後方有Gear的小蟲蟲趕過來支援 WIND的一個翻山想要用猛蟲頂飛 但後方還有人趕過來想要來包抄 這邊應該是Mountain要被夾到了 一個爆破就能炸 但是MAPOSO利用一個平衡打擊 再加力量衝擊往前 MAPOSO有點危險 這個肚子沒有過強喔 而且這邊開了一個增傷效果的MAPOSO 還想繼續做追擊 下一個力量衝擊好的話 應該就可以把MAPOSO給衝死 再一個肚子 Mountain往回丟一個滾動酒桶 這邊是救出了自己 而且是保險HKE 自己的隊員沒辦法讓HKE 非常非常的驚險 他一撞牆應該尿都滴兩滴出來了 這個酒桶掌握度非常的高 雖然說那個撞牆有點臘殘 但是HKE這一波的夾擊其實也是 你剛剛講那個掌握度很高 我笑了一下 怎麼了嗎 他剛撞完牆你就說他講話 你就說他的掌握度很高 喔 這裡小安被抓到了 完蛋了 要被Gear一波帶走了 哇 小安這邊話剛講完 就是小安啦 這裡是一個盲視野的區域喔 應該說是 尤其是他是艾希 他就更不應該這樣被抓 艾希還有一個E啊 陰級長空啊 沒錯 其實偶爾丟丟看嘛 這個保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一件壞事 他看到第一個草叢 丟一個U 看到第二個草叢 丟一個W 看到第三個草叢 應該是不會有第三個草叢 對不對 應該說艾希在探草的時候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優勢 而且已經算比較不容易被抓的角色了 是 現在遊戲已經進行到23分鐘了 目前兩邊是打得很膠著 來看一下這邊小安其實就是直接盲視野探進去 而且這邊Mountain是剛被打殘 就這樣 剛被打殘 HKE直接轉進下半部Junko小安就來了 這就是剛從家裡面想去樓下買個東西 就遇到一群暴徒 被暴打一頓 被暴打一頓就被送回家了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 HQ這場以前進節奏來講的話 真的是無話可說 但是幾乎每一個 讓他們失去優勢的點都是 都是在於不小心 都是一堆小錯誤 都是很多很多的小事物疊起來 但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HK已經把Mountain放到了一個邊線了 但是看起來以我們的理解來說的話 不是應該都放哪一包手這個單線去看艾克做對線嗎 應該說是 這個只是小小的掉線而已 馬上Mountain就會回來了 我相信他不會在這邊待很長的時間 然後花剛講完他就回來了 他就準備要跟隊友回來說 他只是想要把那一波兵線帶到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 一個爆破九筒一炸 這邊是接連的控制 玩偶特快真往前面一架走 把反而把自己架在這個窄口裡面 Rezer可以跟Wessler來做單挑 Wessler叫他閃線先過牆 歐雷這邊血量很危機 有堅定意志 在被鎮定自己 往前一橋歐雷交了閃線 血量剩下最後200滴左右 往前再一個修補兵 Wessler拿到了擊殺 這波往前一個效率轉移 但是這個 這個冰窗護甲的一個效果緩住了 現在沒波的時候這邊想要來大獻神 我也往前繼續做追擊 這邊上的虛弱旁邊一個閃線 想要來衝小安 小安站著這疊把他給射到 往前小翼一個無界兵組 把整個HKE的推路給卡斷 現在是為了一個人 在HQ的陣營裡面亂繳一通 HQ拿到了一個 誇者Q 再帶一個ACE 沒錯這一波 塔利亞雖然把自己夾在那個轉角 但是 塔利亞的這個牆壁切得相當相當漂亮 他阻斷了HKE後續的支援 而且還算是 他至少也把傷害做出來在OLA身上 然後小安彎彎彎彎 在一個沒有任何 阻礙的完美的輸出環境下 打出了非常高的輸出 我算是扳回了 上一波只有250的這個 顏面 他這一波最起碼2500 應該不只2500 這波團戰就是 前面這個牆壁就上球 直接把整個陣型給卡開 沒錯沒錯 他阻斷了HKE後續的支援 而且也阻斷了OLA的退路 非常關鍵 但他同時也阻斷了自己的退路 但是這個是 你看 他阻斷了自己的退路 他也阻斷了OLA的退路 那這個就相減 就不見了 可是他又阻斷了HKE後續的支援 有沒有 這個就加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團戰的RUTW WID是承受了一堆控制 還被烏捷的兵柱給頂出這個洞口 你看這個時候上面的路口被封起來了 MAPO送的下不來 然後WID這邊想要再隊友會合 但是GEAR這邊的進場其實也沒有太多輸出空間了 沒錯 上方是一個單條 1打3 真的是1打3 跟呂布一樣 前機有點肥 而且他這場也是出殘中 所以變成說他給 戰場切割能力是相當好的 如果說這一波MAPO送不要選擇搶充 HKE拉掉的話 損傷似乎不會那麼慘重 不會這麼慘重 這個就跟剛才HQ犯的錯誤其實是非常非常像的 就有點太充了 但是光是這一波的AX 目前AX2已經是領先的四座塔 然後再加兩個小龍樹 這個經濟已經拉到了8000塊錢 8000塊錢 26分鐘而已 沒錯 而且這下一條小龍不意外的話 應該100%的AX2 這邊視野都已經做好了 HKE應該是沒有任何可以靠近這個區域的 沒有任何靠近這個區域的能力 對這個我們剛剛才說 20分鐘的時候兩邊打的由來由往 短短的5分鐘8000塊就出來了 而且OLED這邊還想要來首塔 往前承受的一波傷害 要比賽卡 我覺得剛幫他其實可以把他炸回來 雖然說牛不好殺 幫他這邊是遠距離丟了一個爆破 就把OLED往回一炸 OLED這邊是承受了一堆傷害 下路的2塔已經倒掉了 ZIV往前一個相會轉移 往前一看 再利用技師開始回升 這個兵線從中間穿的過去 射在馬拉薩哈身上 我覺得剛早一點炸的話 是有機會直接殺掉OLED的 因為當時其實西門這邊已經是關門了 對 他關門的情況下 把一個牛炸回來 就算他開大決你6秒打不死他 可是剛才那個關門的時間 我相信應該 我們硬灌還是灌得死吧 對 因為那個塔是必拿的 那個塔是必拿的 沒有理由殺不掉這個牛的 拿到了這條蜂龍 目前是瘋瘋火 這三條小龍到手的ASQ 現在要進行回補整備一下狀態 但HK這邊應該是想辦法 把這個節奏再往後拖 雖然說蜂龍在前期沒什麼用 但是到這個中後期的時候 我覺得蜂龍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說在 你一開始從我們家走到對方的一塔的距離 相對來說短 但是如果我要從我們家走到對方家裡面的話 其實是要走相當長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瘋龍的效果就會慢慢體現出來 對 這個目前就像給你一對翅膀一樣 沒錯 衝到線上特別的快 特別的快 現在的這個所有的ASQ成員 在重要的攻擊點位上面 小安也是買出了水銀世代 一定得買的 一定得 你看上一波會戰 第一波 HQ失利的那個會戰是為什麼 小安被握住 就是因為他吃了一個 一個整套的名符之握 對 那為什麼下一個會戰他們打得這麼舒服呢 就是因為名符之握 沒有出現啊 握不到手了 這裡是中路HQ的Wessler想要繼續推線 我還是覺得 前期應該說選了馬爾札哈的話 前面有點太弱勢了 變成說他們前期失去的經濟實在是太多了 後期雖然說馬爾札哈是一個非常強的carry角色 但是 搬不回來啊 到了後期也搬不回來嗎 還是說現在這個階段 他沒辦法利用馬爾札哈搬回來 對 目前看來他搬不回來 但HQ這邊是想用視野來壓死HQE 這裡Ziv是下路直接露臉 而且把這個兵線推得非常的深 HQ其他四人強行進入了Winthe的野區 Ziv這邊的出裝是相當的針對 完完全全 他這個出裝就是很擺明告訴你 就是說 你伊瑞莉亞是一輩子都不想打 都不用想打贏我 哇 Ziv抓到了Raison的位置 小安才往前一砍 但是竟然被暈眩住了 Winthe這邊是翻車加猛蟻想要來頂人 被鎮定自己往前一頂 這樣看起來坦度算還不錯 Ziv想要繼續做追擊 沒無解冰度 頂了Winthe這邊能不能扛住 剩下半條血量 一個大兵劍 叫他閃現還是中了 但Racer現在是開啟自己的 狩獵大學想要來做一波煩打 凝補出我握在了這個Ziv身上 後方是一波的控制 OLED這邊坦住了大量的一個傷害之後 想要繼續做追擊 Mountain這邊身上套子的殺性畫像 最後是用感染的傷害 讓Gear拿到了雙殺 哇 而且這邊是Mountain最後回頭想要救Ziv 但是自己也是上命了 這裡是接連送掉兩個坦克 沒錯 這邊有點太大意了我覺得 Ziv這邊教了自己的大絕想要逃走 但是沒想到 這邊Mountain已經趕到直接一個名副之骨 就抓住了沒有大絕的Ziv 現在的這個AHQ感覺上是慢慢的 應該說HKE是慢慢把這個風向跑回來 沒錯 AHQ該如何去把他自己原本該有的一個節奏給砸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波的replay WINDER這邊被推下來之後 Ziv這邊是 應該是有點貪心的 想要回頭殺WINDER 但還沒想到WINDER這邊實在是太久 冰箭出來的這一瞬間 WINDER交出了自己的閃現 我覺得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拉掉了 但是Ziv這邊沒有選擇拉掉 他反而往前逗留了一下 而且這邊虛弱我還看到套在牛身上 這個比較乾淡一點 對 沒有辦法限制到對方第一波的搶衝 牛太大了 牛太大了 那個HEAPBOX比較大一點 不過現在這個遊戲已經來到30分鐘 也算中期囉 兩邊其實都還沒有對巴龍做太劇烈的嘗試 就因為他是中期 所以更不能犯錯 對 而且這個我相信Mountain現在對巴龍應該是 我覺得可能有點畏著 這個 巴龍的這個重擊血量可能有一點點的恐慌 在兩個強隊對決的情況下 其實這種關鍵的失誤是非常非常的殖命的 這個我們都看過兩滴巴龍被偷走 沒錯 兩滴血的巴龍都被偷走 不過這個時間的話 HQ是掌握整個巴龍池子裡面的視野 這邊應該會逼迫HKE的這個 輔助跟打野 上來這個區域先把眼睛給排光 耗掉對方的眼亮的時候 HKE HQ再做一個反向的視野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HQ是有辦法把視野直接做到HKE的整個紅區喔 但就在幾波失利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HQ的視野已經漸漸退出他們的紅區了 一開始沒有辦法打得這麼的囂張了 而且看起來HQ的這個 其他四個已經開始直接了 原本是1-3-1的感覺 沒錯 現在是4-1的感覺 而且時間再拖下去的話 很有可能這個Eurelia會發育到艾克沒有辦法handle一下 那一旦到這個程度的話 其實 HKE的轉機就來了 他會有一條路的兵線壓力 都是在AHQ身上 第三件裝備Eurelia準備要出GA 這個東西對於 單線的英雄來說的話 是一個特別特別好的一個裝備屬性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HQ是開鞋的這條巴龍 這邊頭刺被抓到了 這邊應該是要選擇拉掉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Mountain很有可能會殘血喔 對 這個位置不太好 要小心一點 Eurelia的位置 Mountain這邊是蹲在這個小草叢裡面 我雷兵沒有繼續往前照鏡 反而是HKE這邊轉頭 想要來切中路 把中路兵送出去 就要進行回補 上路的兵線 這邊是HQ佔優的 下一條元素飛龍是水龍喔 水龍在這麼後期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並沒有這麼的強 尤其是HKE這邊的組合似乎是 他應該說他的Poke能力沒有那麼的致命 HKE這邊的關鍵在於說 他們一波的 是一波到底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水龍的效益 其實相對的沒有這麼的高喔 但我另外一個問題想要問的是 現在HQ是三路優勢的兵艦 沒錯 嘗試巴龍應該不是太好的問題 沒錯沒錯 這邊我覺得 一定要嘗試 蓋牆壁了 亮TP了 這邊HKE想要防守 Win的旋律能不能建功 直接蹲地下來 中了一個大兵艦 在這邊拼巴龍重擊 最後是Mountain 拿到了巴龍連帶著雷克賽也倒下 現在ZIV往前作戰又是一次 想要用ZIV這個點位來做一個單挑 現在OLE是扛著所有的傷害 這邊的堅定一直時間已經結束 ZIV又被握住了 即時開始 回到隊友身邊 這一波AHQ拿到了擊殺 拿到了巴龍 順利的全員撤退 沒錯 這邊還拿掉了一個Win的人頭 是相當相當賺的 而且這一個 哇我覺得這一波其實很賭耶 他是在對方已經發現的情況下 還是需要做完 就可以看得出來 AHQ在上一次被偷掉之後 其實他們的心態也是調整得相當相當不錯 我覺得這個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很大 因為Win的算的時間其實也不是說太差 早了點 早了點 他起來的時候其實巴龍還有2000滴血 那那個時候其實 如果AHQ稍微有默契一點 他們全員停手 對 直接殺掉Win的話 我覺得這個巴龍也是穩拿的 也是穩拿的 是穩拿的 對 但當時其實這個就要怪小安了 小安為什麼要買颶風劍呢 當然也不能這樣怪吧 他的颶風劍在打Win的同時也是把巴龍的血量消到了 重擊的範圍內 沒錯 而且AHQ拿完了巴龍連帶的水龍也拿到手了 四條小龍就掌握到AHQ 本場遊戲 100%的小龍掌握 沒有落掉任何的一條 我真的覺得前期因為這個馬爾雜哈的限制太劣勢的關係 我變成說是AHQ前期拿到了太多的優勢 而且我們可以看得出來AHQ這場的打法其實跟閃電狼有個真的是蠻像的 也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中野聯動 而且聯動相當相當的漂亮 是 那HQE這邊的話 該怎麼樣繼續把遊戲往節奏的後期拖 因為GEAR其實這邊的成長算還不錯的 512的戰績 他該怎麼樣把節奏給擒住 把這台車給殺住 他這邊好難拖啊 因為對方已經有巴龍了 變成說兵線壓力會巨大 看起來是三路都是在往前硬推的情況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劉莉莉亞還是沒有能力可以 可以撼動 可以傷到這個 艾克 而且艾克下一件也要跟上GA了 這三路都在推線 HQE看起來頭尾也不太能相顧了 這邊是一個3-1的分推 Mountain也是直接喝酒往前領軍 小安這邊有攻速的加成 這個高地塔 血掉也算蠻快的 小安繼續往前頂 但是這裡的十字彈射 把小安的血量打掉半條了 我覺得HQE這邊的組合有一個很尷尬的點 在於說是他們唯一的一個強開戰 就是雷神的大絕 沒錯 但是雷神的大絕 太過明顯你知道嗎 就聽到那個 的那個聲音 就知道要先往後拉一下 就全部人都知道要跑了 這邊HQE是所有的成員 除了一位力把賽都抱在下路的高地塔了 雷神其實整體來說的話 三件套裝 是落後小安 搭彈也算是有一戰的能力 沒錯 來了中路 Winder是往前一頓之後 WESTORE也是挑戰自己的位置 不斷地利用雄武備 而且這邊因為WESTORE已經是把中路給打開的關係 整條路都是他的變動地表 沒錯 他還可以走到這個側面的地方 連在對方面前recall這種事情都HQE都做出來了 往前硬坎 太兇了吧 這個MOPOP彎道的效果 MAPLOSO完全拿來個沒有任何皮條 而且是原地的時空攔截 吃到了護盾值 再交recall MAPLOSO往前一個平衡打擊 這裡是在拖MAPLOSO的時間 下路 HQ是直接架齊了牆壁 想要來推下路高地塔 順利的拿到手 HQ攻破了下路 HQ這邊無力防守 準備要繼續點這個兵力 他這一波關門很有學問的 這個直接封起來不給防守 而且不說的 關門不說 關門不說 沒再跟你談的 推完了下路高地之後 直接轉中 小安這邊應該要稍微後退一點點 因為對方的強開性質還是蠻強的 跟隊友分開了小安 這裡是要準備回頭了 剛才那一波 如果他從巷頭追到巷尾的話 我相信要追小安 沒有任何問題 有狩獵 OLED還要閃現 還有各種的強定 沒錯 是相當危險的 但HQ這邊還是選擇打穩 把視野做一做 把兵線推一推 這邊應該是要進行整備狀態 下路拿掉外塔的情況下 其實下一波的集結 他們只要來一個非常標準的示意 讓Zip在上路繼續給壓力的話 其實我覺得要拿掉這個兵 是相當容易的 對 而且塔利亞的大絕 已經轉好一半了 沒錯 他大不了再關一次有沒有 雖然說這個比較深一點 要關好像有點難度 剛剛看到姓沒錯 幾乎是在中路轉下路 中間這一個點位上面 直接架起來 不過看起來成效還不錯 HQ想要把視野往外擠 真的是耗費非常大的功夫 沒有什麼太大的辦法 現在HQ是 又一次從中路的兵線整備 然後威斯特跟小安 兩個人直接露臉 下路是艾克在單帶 我看到這個打法 就有種不太習慣的感覺 就跟以往的HQ看起來不太像 有沒有 是 而且現在的情況變成是 HQ想要拖帶一萬兩千塊 這個經濟差 似乎是有點太過巨大 有點太大了 一萬兩千塊等於是 每個人有兩條腰帶 又是一次 Leo Boss的腰帶教室 有沒有 一人兩條腰帶 代表說每個人 最起碼就多五百多滴血 你要多A他兩到三下 沒錯 嚇死人了 現在是偶類想要來做一些防守性的視野 全部被HQ拆得金光 怎麼辦 HQ現在真的是焦頭爛額 只能全部人擠在高地上面 把這一隻 進入自己高地的小兵 一直一直拿到手 感覺上算零錢的感覺 真的是 應該說你已經失去了整個Jungle Jungle都是別人在農 別人的經濟發育就是比你快 別人的等級也比你高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要想要搬回來 真的是非常難 是 但這一場的話 HQ要想辦法怎麼樣去close game 這個遊戲時間已經 慢慢慢慢地往他們 往對方的後期來拖 我覺得他們已經做得相當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巴龍跟小龍都在 大約一分鐘左右 一分鐘左右會重生喔 他們這個 他們其實只要繼續在外 在HQ家門口在這邊 晃來晃去有沒有 只要給對方 視野上的壓力 這個時候他們直接轉龍 我覺得是沒有任何問題喔 甚至是 只要小安跟Mountain兩個人去吃 塔利亞繼續留在中路 Zip留在下路 你覺得HQ有辦法過來嗎 出不太來 出不太來啊 那這個時候其實這個巴龍真的是隨便吃 喔 這裡的話是因為 Gear的洗面能力還不錯 下路又一次 兩個上路英雄的交手 Zip想要來推這個高地 看來中下都給足壓力的HQ 這一波把心一橫 先離開對方的高地之前 讓小安去上路一個邊線的 收這個明顯 這邊我覺得HQ真的是不太需要急 他只要繼續在這邊 先晃一下 晃個一分鐘有沒有 等巴龍成獲得是 他晃個四十條 直接到巴龍那邊準備 喔 架強了 這邊是WESO特快車 喔 這個一跳是跳到的這個牆之外 但是這邊想要來做控制 歐雷的Cogo沒有命中 小安利用產線 躲過這家正定之擊 歐雷倒下了 大兵線出手 重在了WIN的身上 小安是直接推倒對方的上路高地塔 目標是直指對方的上路兵銀 他們完全利用一個塔利亞的這個關門的特性 每一個塔都是在你眼前 硬生生硬推的 Zip這邊已經完全不可以Maple Snow面子了 你在打我又怎麼樣 我還是要拆你的兵銀 這個就很像是過去我們以往上路特朗德的一個印象 就是扛著對方上路英雄 直接推到底喔 不過剛剛看到小安利一個算是蠻漂亮的操作 是躲過了歐雷的閃現WQ連段 沒錯 而且這邊西門也是直接一波爆發 直接把歐雷彈回來之後 歐雷雖然開局了自己的大局 但是還是承受不了這麼高的傷害喔 還是被帶走了 是十秒後兩條最大的地圖龍就要出現了 這場如果AHQ贏的話 這個MVP鐵定是西門 鐵定是西門 太漂亮了這場 前期的風向後期的關門有沒有 每一個塔都跟他有關係 沒錯 好 現在是直接兩個carry位 點這條巴龍 點一點發現這個傷害有點高 趕快扣Mountain過來 幫坦 對方嚇了一個硬眼睛球的眼睛 LB在側邊 強棒初級 想要來限制對方 有可能來偷的這個局面 往前的Mountain往前肚子之後 這邊要來做控制 LB是一個物界兵柱 卡在這個窄桶 Ziv利用側邊的一個牆繞 黏在了瑞神身上 瑞神這邊要準備撤出了整個戰場 體兵界場的Maposho 這邊戰場被切割了開來 Mountain往前肚子身上 還要掛著這個殺星幻想的傷害 瑞神被套了虛弱 叫了治癒官閃現往後 拉兵界出手 沒有命中 這邊目標轉到了Maposho身上 全部的控制打在這邊 雖然說爆破這種是空掉了 但Maposho應該走不掉 直接被打掉了 但起來之後有五個標性大漢 正要圍毆他 這裡是台中 我們的主場 AHQ 打到了一波優勢 把中路也給踏平了 我如果是這個E-Ray的話 我很不想起來啊 你你就讓我在那邊躺一下 會怎麼樣嘛 你就讓我躺著吧 現在AHQ供貨了 中路的高地 上路高地也陷落 下路還是一個裸兵營 HKE看起來這一場是走遠了 你剛剛說AHQ走遠 HKE走遠 HKE走遠了 你是不是講錯邊了 不好意思 這邊是OLED做了第一波的控制 開了堅定一則大跌的砍傷 不會受玄武飛炎 就像子彈一樣 一發一發 Racer臉上射過去 但現在AHQ全部隊員 都在打主堡門押塔 兩座倒手 現在OLED想要做控制 來留人幫著往旁邊硬抵 全部AHQ的成員上下一行 把對方的主堡兵營給打破了之後 收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沒錯 這一場AHQ 其實真的是打得相當漂亮 從前期的 前期的換線跟跑線之後 再加上 打到中後期之後 雖然說他們有一些小小的 我覺得算是 小失誤啦 是 單點的被擊殺 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沒有 其實在紅BUFF那一波 真的是有點傷 那一波掉散 那一波讓伊瑞莉亞從深淵回到了遊戲裡 從深淵回到遊戲裡 真的是從 哇 在伊瑞莉亞已經勝過 021的戰績 021的戰績 16分鐘了 他身上只有一把小木錘跟一個閃耀劍 刺身劍 刺身劍 對 只有一個小木錘跟一個刺身劍 這叫伊瑞莉亞怎麼玩這遊戲啊 結果那一波伊瑞莉亞直接拿三個人頭 回春了 真的是從深淵回來 那一波其實 有點陡啊 但其實剛剛LeoBoss在比賽中間一直提到的是 中路馬拉雜這個Pick 其實壓不太出West Door這個塔利亞 壓不住塔利亞 選擇上面的話 他一開始選下去 我就覺得他壓不住 但是我覺得 有可能他可以 創造奇蹟 或者是他有什麼 一個戰隊練習久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我其實滿期待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看比賽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突破 我們的理解 他可以突破 就像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西門的菲斯 因為他突破了一切 什麼菲斯很爛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看ID的 聽說我準備Counter是吧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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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喜歡的地方對不對 是 那我其實剛剛是非常期待 他這個馬拉雜 他可以 給我一個這樣的衝擊 那最後的結論 他沒有給我這樣的衝擊 不過我覺得 非常可惜 我覺得在進我們的分析台 他被衝擊了 他被衝擊了 不過我這邊想要問LeoBoss在於 我們進分析台之前 我想問一下是 第二場比賽 在中路這個位置上面 你認為需要做調整嗎 還是一樣維持著HKE 因為他這 等一下我猜得沒錯 HKE應該會來到藍方 應該會拿到 HKE會拿到藍方嗎 我猜他會選藍方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覺得他們有機會 直接拿塔利亞 但是讓西門來做應對 但其實剛剛分析台有提到的是 Gear似乎對塔利亞這角色掌握度 掌握度不那麼高 沒有這個 他們已經沉疾 已經沉疾了一段時間了 沉疾了一段時間了 總會練出來的嘛 練一隻角色要多久 這個Gear就告訴你 我幾天就練出來 沒錯 我覺得 如果你拿不出塔利亞這個角色 那你也不用想贏 這個系列賽了 很殘酷但是 就是事實 你今天你的口袋池 就是比人家少著一隻 這麼關鍵的角色 那說真的 你要贏也是太困難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馬上就來看一下 剛剛這場比賽是分析台的 四位專家們是怎麼樣看待的 比Core Strong強大核心 Intel Core i7處理器的頂尖效能讓人 銳不可擋 沒有錯今天這場比賽 AHQ就是一個銳不可擋的方式 在第一場比賽 擊敗了HKE 我們從BANPEAK上面來看 Core教練 你覺得BANPEAK上面 你覺得哪些地方 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剛剛其實主播他有提到 中路的這個位置 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 我覺得在BANCHAN上面的話 他既然都已經BAN成這個樣 他卡馬血鬼都按了 那塔利亞看起來是最厲害的嘛 你如果不願意封鎖他的塔利亞 那你至少也開一隻 栗三佐跟他對之幹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栗三佐在打線上面 因為其實之前在香港上的時候 這個基德老師有幫我們提點過 像是龍獸這種角色 也可以拿來打塔利亞 所以在你的認知裡面 你會覺得栗三佐怎麼樣是好打的呢 就如果你選一隻馬爾扎哈的話 你最容易擊殺塔利亞的方式 是你叫轉角來閃線握手 那如果你選栗三佐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急速兵刺 然後直接把他打起來 等於是說你可以省掉一個閃線 有更多的主動權就對了 那好 除了這個之外 你覺得其實今天在上半步 因為你本身打上路 那你覺得這個Maple Snow這場 是不是有成功的抗出Ziv給的壓力呢 還是其實這個隊友給的幫助 還是依然不夠 我覺得隊友給他的幫助已經夠了 雷克薩前面幫他殺 那一次其實就很足夠 那一次其實硬要說也是Ziv太輕急 才導致他死掉的 喔 怎麼說 你可以幫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大概是哪邊地方你會看出來 他可能比較心急 因為那一波他的酒桶 苦拉格是在下路在吃野怪 他不在上路 表示說很有可能雷克薩會在上半步 對他進行GANK 那既然伊瑞莉亞都願意直接傳兵傳在你臉上 表示他一定要叫人來殺你 喔 原來是這樣 那凱文你覺得在這一場比賽來 哪些地方可能是影響整個比賽的關鍵呢 其實我覺得從BAN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西門應該是要拿塔利亞 他把卡瑪這隻角色給BAN掉 也是他們之前在系列戰裡面的話 就是閃電腦拿來打塔利亞的這隻角色 那另外我覺得是在陣型上面的話 HKE其實陣型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在開戰難度上 我覺得真的太高了一點 他本身全部都是手短的一個角色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這個HKE陸上有擺出來的時候 他團戰很難去摸到艾希這個位置 其實我對於這兩隊的 在BP上面來講 反倒是跟兩位有不同的見解 就我反倒會認為HKE的組合選得較好一點 可是他們不懂得怎麼打這一套陣型 這在我的觀點來講是這樣 就是我們首先這件題的AHQ就是 看得出來小安跟 應該是整個AHQ對於特朗德這套體系 輔助特朗德這套體系打得不是太熟練 就包含他們前排有太過躁進去深追 追馬爾札哈追西威爾 導致被對方閃線拉掉 讓自己孤立無援被擊火的極化 他們其實是需要頻繁利用所謂的互接之助 然後去產生poke 或是讓艾希的兵艦有發揮的空間 那西門的表現很可卻更低的 我覺得沒有話說 但在於HKE這套組合來講 他們其實關鍵點就在於限制小安 這個AD carryway的輸出 塔利亞其實是一隻你比較難去阻止 他會這樣發揮的一隻英雄 但如果這邊以瑞亞可以成功的利用 歐雷這邊給的眼位 搭配西威爾的前排給的加速壓力 直接去碰撞AHQ的前排 讓以瑞亞有機會去貼到後排 利用傳送貼到後排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這樣可能會看起來照顧 對 那我們也先來看一下 本場比賽這個傷害輸出表 因為剛剛Mistake幫我們提到 有沒有人能夠限制小安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塔利亞之外 小安果然是在這個隊伍裡面 提供了非常高的傷害量 也是在比雷神更高 也就是像Mistake剛剛提點到的 可能在1月利亞這個部分 就沒有辦法真的很有效的 去限制到HU後排的輸出 那其實除了輸出上面 有幾波團戰 我覺得也是大家可以來去 算去注意的 第一波團戰是大概在10分鐘左右 下半部這個西門代配成Mountain的 這個GANK關門的時候 石油教練你怎麼看這一波團戰 這一波首先 你AHQ你要殺相 你要先確認的傳送 那他們確認沒有傳送問題下 就直接跟他們碰撞起來 HQ在這邊犯了一個很重大的失誤 是他不應該跟小安他們激烈換血 對 等於是在他們 等於是在他們還沒開戰之前 那個塔的血量就非常低 而且他人的血量也非常低 等於是 HQ第一時間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沒有塔的保護之下 就可以擊殺到HU後 因為他們中野本來 就有他們的優勢在了 我覺得主要還是在於 西門這邊的輪轉 打得非常漂亮 就抓準了下塔 要掉的這個同時 儘管我認為 就算上路有TP 這個4.5秒的傳送時間 應該都來不及了 對 等於是 就算西門的輪轉轉得非常流暢 除了這一波的關門非常漂亮之外 其實在中期上半部的這個野獸 小安拿到4.3那波團戰裡面 其實這個西門的關門也是非常的漂亮 凱文老師 你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這波團戰嗎 這波西門的感覺 我大概知道 就是他這個坐高鐵 原本要到台北 可是在板橋就下車了 然後就快 下錯戰了 對對對 下錯戰了 有點卡不住 但是整體而言 我覺得這波還是打得非常的好 他這邊的話 直接把上半部所有人都掐開來 而且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ZIV在對面的這個陣子裡面 選了一個坦裝 其實發揮到很大的作用 他是可以完全扛住對面的輸出點位 對面這邊手短的距離下 你ZIV硬黏著 他一定要處理這個位置 所以他在這裡其實撐了非常的久 然後在整個團戰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艾西基本上沒有說 受到太大的限制 然後盡情的再輸出 對 而且也是在這波團戰 到最後我們才看到 像Mistake所說的 就是E-Ready 這邊要負責去衝排 不過那時候其實已經為11萬了 那在這個這麼激烈的激烈戰關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 哪一位選手拿到這場比賽的Keeper2吧 哇 最後是交到了西門流蘇衛選手手動 塔利亞這隻角色717的戰績 凱美老師你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塔利亞能夠在 西門這個選手 能夠在這場比賽拿到Keeper2呢 第一個我覺得是有點獎勵作用 就喔 恭喜你這個 變成了這隻角色這樣子 可以首選了這樣 那確實我覺得HK在這邊試算 就是他們在VP上 原本的策略是 喔 西門塔利亞不足位 但是這場選手就跟你講說 你之後要考量 我覺得他們之後VP可能也很難做 因為現在等於是說他們想要封鎖 西門的支援角 TF 立山佐 那塔利亞三隻 基本上你都要考慮 對 看起來要BAN的 好像有點太多了 是完全考驗下一場HK1要總之做的 所以我們給他們一點休息的時間 那在休息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馬上把我們的主持棒 交給在場邊GANK的小熊囉 是的 又到了小熊的場邊GANK時間啦 那每次比賽現場 都充滿了專業又厲害的COSER 那今天呢一開始 我們就請到兩位這個 扮演電玩系列角色的兩位COSER 龍和劉 來跟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龍 大家好 我是劉 然後我今天辦的是電玩的依澤瑞爾 因為電玩依澤瑞爾呢 其實我知道它是最近才出的 那這樣子製作時間不會特別趕嗎 大概四天吧 四天 那所以是臨時決定要改成電玩依澤瑞爾嗎 對啊 因為原本要出森林俠盜 可是就是電玩太可愛了 太可愛就覺得一定要出 所以自己很喜歡依澤瑞爾這隻角色嗎 沒有 是我很喜歡 你很喜歡 然後你逼他出 對 兩位認識很久了嗎 兩年 兩三年 兩三年 聽說是住在一起是不是 對 他是我室友 所以感情很好 沒有耶 感情沒有很好 偶爾還是會吵架 所以是因為COSER 認識的嗎 對 還不錯 那你自己本身英雄聯盟玩得瘋嗎 我很瘋 他沒有 因為他太笨 那你沒拖他一起玩 有啊 就是打完了一整場以後 201就是玩艾希201 就打開裝備來發現他什麼都沒有買 什麼都沒買還可以201 那是第一次玩的時候 就是還不熟悉 你帶他打電腦嗎 還是 電腦 電腦 對 打電腦 那201正常 正常不錯不錯 還可以 還可以再進步 還可以再進步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看了一下 這兩套衣服最難製作的地方 大概是哪個部分 褲子 褲子 對 是因為它是 一格一格一格是自己剪起來的 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它一個一個 都是自己拼出來的 然後其實這過程就很像自閉兒一樣 就是一直不斷的就是剪正方形 然後再把它封起來 封成一件褲子 對 那大概做多久 我的話我這一整件一天 然後它是加道具 就是總共加起來四天啦 也沒有特別算 所以聽說兩位有在一起經營一間工作室是嗎 對 就是做道具的 好 了解 那除了雷文之外 你之前還有COSE過其他什麼不同角色 呃 吉英克斯 伊哲 伊哲我也基本上都快出片了 好 因為你自己最喜歡伊哲 那你呢 沒有沒有 這是第一次 喔 第一次 不錯不錯不錯 看起來兩個很搭很像一個團體的感覺 那今天來看比賽 不知道兩位有沒有自己心中支持的隊伍 HQ 真的假的 有特別喜歡哪一個選手嗎 王爺 王爺西門 對 為什麼啊 就追很久啊 我從他以前就是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被邀約簽的時候就在追了 喔 我想說追很久了 是去樓家獻花嗎 那你呢 小葉葉 小葉葉 為什麼 就是保姆的形象吧 喔 就是我知道 輔助感覺特別細心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謝謝龍跟劉 那最後要不要跟支持的隊伍 就是喊個加油 因為他們剛獲得一勝 呃 起來 欸 1 2 3 HQ 加油 好的 那謝謝龍和劉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馬上回來 王爺來了 要蓋牆壁了 這裡是蓋了個牆壁 但是長度好像不太足夠 上方亮了一個TP Maposu這邊血量非常危機 被陣地自己給擊殺了 好 塔掉喔可以打 打掉喔可以打 喔大喔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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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三支 NICENICE 再走再走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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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一堆喔 我都要一堆喔 我都要一堆 我都要一堆 小心 拉我大 還要大 小心 拉我大 拉一下 拉一下 一堆 一堆 對 一堆 一堆 拉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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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哥上沒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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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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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中 推中 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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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會大 好好 啊 下來 下來 雷哥上 nice nice 可以追 可以追 我有虛弱 不要在一起 我有虛弱 我有虛弱 這邊是溫柔特派車 這個一跳是跳到的這個牆之外 但是這邊想要來做控制 OLED的Como沒有命中小艾利用產線 躲過再加整頂之機 拉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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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依慮 注意依慮 雷哥上 小心 雷哥上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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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وں Questo 都是 機 pace 在它的 哪裡 解決槽 没关系没关系